Hello 各位小朋友 到了2022年的第一星期 今天有一個紅藍色的嘉賓 是葉校長 今天邀請他和我們唱歌 很開心 我們先聽一下 找一下葉校長 究竟葉校長是怎樣的人 是喜歡什麼的 不如你和我們分享一下 前面我最喜歡樂器 樂器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分享 也是神給我的恩賜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人 給到小朋友 另外 即是一班人做的 你懂什麼樂器 我喜歡彈鋼琴 玩身速號 管樂 現在學習一下Cello 也學一些 什麼都可以和你一起玩 所以 運動呢 運動呢 我平時喜歡跑步 游泳 都喜歡放下狗 和你一起跑 現在他會下場 例如運動會 你都會下場跑 下去游 有 有 因為想挑戰校長 暫時還沒有 因為你剛剛才做校長 我還沒有 就是可以挑戰校長 挑戰什麼 有得快過你 很有成功感 應該是你比我快 很有成功感 然後我們有些什麼 我們家騎Sir 都是介紹自己 介紹自己 是嗎 你介紹自己 小朋友都知道 家騎Sir 喜歡行山 我時都會分享 行山 我接下來都會 持續行山 有些行山目標 待會可以多說一些 還有家騎Sir 也喜歡踢球 校長 喜歡踢球嗎 看球 踢球不行 我喜歡看球 那我陪你吃薯片 看球的時候吃薯片 看了 吃花心 吃花心 2022年的目標 不知道哪個山 2022年的目標 是做多些運動 在疫情之下 家騎Sir覺得做運動 是需要的 必須的 所以 有時候真的很累 有時候 放工 但是逼自己做運動 這個是健康 我覺得 其實我一看就知道 我什麼都喜歡玩 什麼都喜歡學的人 最近就玩過獨木舟 我知道什麼叫咬食牙關 什麼牙筋那些 我爬到一回 看到我按 但爬都不到 怎麼搞的 我真的要 弄到這裡 很痛很痛 爬到最後升 我爬不到 救命 真的想喊救命 原來每一項運動 我們都要堅持去玩 學一下不同的東西 新的一年 小朋友 希望你們都定很多不同的目標 去探索一下 很多不同的活動 或者興趣的東西 讓你們豐富你們的生命 好像我們今天這首歌 講彩虹 很多不同的顏色 那我們就 不如一起唱 今天很特別 我要讓位給校長和我們唱歌 好 我們來吧 我們來吧 告訴我 告訴我 你是愛 你年齡不肯改 你的善事無聊心 謝謝天無敵事 告訴我 你懂在 恩典隨著夢 請愛我 請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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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你 請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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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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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天父爸爸救世代 你用笑脸帮助我 彩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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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彩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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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 首歌中介紹了神的恩典、神同在、神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在你的生命經歷中有否有些東西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分享 恩典最多是福音 福音在我讀陪证時就信了主 然後這個福音在我裏面 但一直跟爸爸媽媽傳福音 大約十年後我爸爸媽媽信了主 今天整個人一起回教會都非常開心 整個人一起開心地信主 小朋友應該在家庭崇拜裏面 現在都有看家庭崇拜 或者回到教會一起做崇拜 一起信耶穌福音 未來你快點傳福音 那家庭Sir有甚麼特別的分享 講起恩典 我想起上年 今年二年 上年年尾帶了一群中一的教會中學團契 試一試 升班 一進入團契 見到幾年前的學生 都中三中四 他們大過了 年來回教會 很感激的上帝 因為見不到他們 但見到他們健康成長 已經心裡很感激了 跟他們聊天 原來他們會幫忙團契做職員 做不同的事奉 都覺得很感恩 以前認識他們 認識他們比較避動 又不太做 因為導師會在小學團體會幫助 升到中學 他們主動想幫助團體 我覺得很感謝上帝 帶領他們一步 健康成長 小朋友的事奉 可能是彈琴 收下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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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學習 我覺得很值得在疫情裏 反反覆覆這麼久 我想在教會工作很難 要運用智慧 建基行事 50% 教會又50%能坐得人 30%能坐得人 究竟誰才可以回教會 其實有很多困難 不過甚麼困難都好 但我看到現在大部分人 他們都回來教會一起聚會 成長班 崇拜 其實都很好 希望小朋友 你們都帶你們的朋友 一起去回教會 一起去學習 這個回教會都是恩典 要問一下校長 做了校長都幾年了 有甚麼在校長的角度看 很感謝上帝 有甚麼是很感恩 恩典的喜好 就是今年2002年 那就這樣吧 之前可能大家都回不了學 好像回教會一樣 也回不了 又不知道 可能只有三分一回到學校 老師就肯去做檢測 我們是這樣的 老師的檢測 很早期做了 所以我們很快可以全面復一課 一直到現在都是順利 不單止回到學 然後還可以做到一些活動 但是還未完畢 我們展望 在未來的日子裏 我們仍然可以學校 舉辦多些活動 我們是旅行的 小朋友最喜歡的 然後就是運動會 大型活動可以去到攝影 可以去遊學 聚意上 大家多一些溝通 多一些交通 加一些騎草 告訴師傅 我們一起 那你還有什麼 還有分享的 沒有了 展望 展望 家綺sir也想挑戰一下香港的山 說行山 真的很喜歡行山 未來的目標就是行屯門的青山 我想每次行山都會經歷到人的廟宵 然後看山天空會覺得要多些依靠上 這就是家綺sir每次行山的動力 就是來源 就是充電 充電 充電 就是充電 充電 充電 工作真的很辛苦 上班也真的很辛苦 大家多努力迎戰2022年 所以我們再唱多次這首歌 和小朋友一起 好的 打啊 confront weren't you 是你微笑的樣子 告訴我 你是愛 愛 我以為你不客人 我也聽到 diversity 你很愛 事務能集 謝謝你 不是 你 我是 無量 告訴我 你風在 龍腍 體重 右 support 跳 聽到 叫 光光彩虹告诉我 背部妈妈就是爱 你用小钱把祝我 彩虹 彩虹 光光彩虹告诉我 你永远不过 你爱我叫我 彩虹 彩虹 光光彩虹告诉我 背部妈妈就是爱 你用小钱把祝我 彩虹 彩虹 光光彩虹告诉我 你永远不过 你爱我叫我 你永远不过 你爱我叫我 希望小朋友也感受到神力的保护 还有神的爱 神是和我们一起的 我们将今天的故事时间 交给梁明才牧师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小经拜里 会讲一段创世纪的经文 在讲经文之前 我想先给一些图画 跟大家来看看 第一张图画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大家都很聪明 这是乘港铁 或者乘地铁的路线图 路线图里面 告诉我们 港铁有很多的站 不知道大家去过 港铁里面有多少个站 其中一个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我们来看看 下一张 这是什么站 没错 这是彩虹的港铁站 可能有些小朋友 有些成家人都一起去过 所以彩虹地铁站 对大家来说 我不知道大家的印象如何 最重要的是 彩虹就是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什么 没错 就是彩虹村 大家看看这张彩虹村打卡的图片 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打卡 为什么我会特别 将彩虹村的照片给大家看呢 有没有人住过彩虹村的 我住过 我小时候就住在彩虹村 我从彩虹村长大的 所以彩虹村是我一个人生里面 很重要的地方 而今天因为我们来看《创世记》的时候 刚刚讲到彩虹 大家有没有见过彩虹 好 那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见不见到彩虹 下一张照片 大家又见不见到彩虹 我想问一下大家 下一张照片 你见到有多少条彩虹 没错 我们可以见到两条彩虹 我不知道第二条彩虹 就比较蒙 这个真的 我那时候见到彩虹 立刻拍下的 不过第二条彩虹 就拍得不太清楚 但都可以见到 有两条彩虹 我不知道大家 第一次见到彩虹 是什么时候 真的见到彩虹 并不是只见到一张照片 大家又知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彩虹的出现呢 可能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你的老师 都跟你说过 甚至你上网也看过资料 但我想跟大家来看 在今天《创世记》第九章里面 讲到彩虹的出现 背景原因 原来是因为当时 有一位叫罗亚的人 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洪水 水灾之后 神就跟罗亚去立约 然后神答应 以后在大雨之后 很多时候都被我们见到彩虹 而彩虹就代表着 神跟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立约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 在这段经文 又藉着看彩虹的时候 我想大家能够记得 有两个重点 就好像你刚才看到 有两条彩虹一样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要记得神 原来彩虹提醒我们 我们要记得有一位神 而这位神 就是圣经所说的创造主 他更加是一位 满有能力的神 他又保护我们的天父 原来彩虹这个字的意思 大家知道在当时 《旧约圣经》的彩虹这个字 其实是和一把弓的意思一样 大家不知有没有见过弓 或者弓箭 其实在奥运会都有的 射箭比赛的那些 原来这个彩虹 如果大家记得这个形状 其实原来就是一把弓的形状 所以彩虹提醒我们 我们有一位创造主 有一位很有能力的神 去更加是保护你和我的天父 所以当大家见到彩虹的时候 要记得我们有一位神 有一位创造主 他很有能力 保护你、保护我、保护你的家人 这个是见到彩虹 我想大家记得的 然后呢 第二个我想大家记得是什么呢 彩虹是神和人 来立约的一个记号 我又不知大家明白 什么叫立约 这个约字 其实有点和圣经都有关 大家如果有看圣经 就知道圣经分开了什么 旧约圣经 和新约圣经 就和约很有关系的 大家为什么明白什么叫约呢 我用一个例子 大家有没有和你的同学仔 或你的朋友 试过有个叫勾手指 大家什么时候要和他们一起勾手指 和妈妈都可能有 勾手指的意思是什么 就代表我们能够大家去约定了 或者我们答应了一些事情 我们要做到的 这个就是那个勾手指 或者是我们立约的意思 所以彩虹提醒我们 我们有一位信实的神 是我们去和他一起有这个立约的神 神的话一定会实现 神答应过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 所以他不会忘记你和我 所以我们要记得 我们除了一位很有能力的创造主之外 更加要记得 我们有一位和我们立约的神 他是信实的神 他说过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 他答应了你 答应了我的事情 他一定会做的 就好像有时候 爸爸妈妈 他们很多时候答应了你做的事情 他都会做的 但同样的小朋友 你答应过爸爸妈妈的事情 又一样要做 这样大家才可以立约 可以勾手指 大家答应了的 就不会不记得 神同样去答应了我们的事情 去和我们立约的时候 他都会记得我们 所以各位小朋友 或者你的爸爸妈妈 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 当我们以后见到彩虹的时候 就是提醒我们 要记得我们有一位神 这位神是很有能力的 他会保护你和我 保护每一个倚靠他的人 他也是一位信实、守约的神 他答应过的 他的说话一定会实现 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见到彩虹的时候 都能够想起我们这位神 我们有一位神 和他是信实的神 以下我也有两首诗歌 暂时我不会和大家唱 以后可能我们有佳琦哥哥 永恩姐姐 可能有机会和你们唱一下 这两首歌 我给大家看看歌词 一首就是 有一位神 就是提醒我们 原来你和我都有一位神 一定要记得 神又不会忘记我们 同样我们的神是 他的信实是广大的 他是一位信实的神 让我们都能够记得 神是信实 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 我们一起为到今天的经文 我们来感谢神 给我们有彩虹的记号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那位创造主 你创造了彩虹 又藉着彩虹提醒我们 你是那位满有能力的神 你能够保护我们 又让我们能够记得 你是那位信实的神 你会守约 你说过的话 你答应的事 你都会做得到 让我们都能够 不会忘记神 同样我们向神 我们也要守约 我们要成为天父 乖的儿女 求你来帮助 带领我们每一个 由于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都可以继续 倚靠我们的天父 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无论是读书的 或是我们当中爸爸妈妈做事的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都愿意来继续 倚靠天父 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各位小朋友 我们今天的讲圣经 就在这里完 下次有机会再跟你一起分享圣经 拜拜